吃鸡国服上线,腾讯大大果然没有骗人让人翘首以叛,跃跃欲试的堡垒之夜,今天终于要在国服上线测试了,堡垒之夜在国外可是九副盛名,在今天上线让许多之前非常期待的玩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游戏里好好的体验一次这款妙趣横生的游戏,堡垒之夜在国服上线之前,在国外可以说是最火爆的游戏, 在有消息要在国服上线之后,许多玩家也是非常期待国服上线,这一天能够快点到来,而堡垒之夜除了游戏的趣味性非常的高之外,还是一款非常潮流的游戏,其魔性的舞蹈也是让人捧铺不已,就连前一段时间在世界杯夺冠的法国球员安东尼·格里兹曼在世界杯上还模仿过堡垒之夜的舞蹈, 堡垒之夜的游戏风格非常适合年轻人,而且游戏还充满了潮流的音乐和舞蹈,而如此潮流的游戏,在国服上线之后,又怎么能少得了中国的潮流呢? 最近的热门综艺,中国新说唱上的人气选手,满舒克,就为堡垒之夜量身定制了一首单曲,看来满舒克也是堡垒之夜的忠实玩家,而且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自于满舒克在堡垒之夜中的体验,歌词中会不会有游戏中有趣的事呢? 说起来堡垒之夜中的舞蹈还真是非常魔性,不只是连世界杯冠军球员模仿,在网上也看到许多人都在模仿堡垒之夜的魔性舞蹈,而这次堡垒之夜国,服上线也是发起了尬舞大赛模仿秀, 所有玩家,都可以大胆模仿游戏内的物资,然后拍摄视频,再将视频发布到威视、微博、快手等平台参与活动,获赞前100名都可赢得尬舞大奖,第一名还可获得价值2000元的国服限定领盒,但是在国服上线体验过游戏之后,提醒大家不要过奔的沉迷于尬舞,不要做对近游戏体验之后,沉迷于尬舞无法自拔, 从而导致落地成河偶,但是堡垒之夜的魔性舞蹈确实让人有些忍耐不住,今天堡垒之夜国服也终于要上线测试了,喜欢大舞的玩家也去游戏里体验体验吧。